甘肅蹲黃月牙拳 五一小長假 每天湧入一兩萬的遊客 騎駱駝也會騎到塞車眼 景區乾脆自製了駱駝紅綠燈 結果變網紅打卡點一夕爆紅 在景區裡 駱駝行走的路線和遊人 倒有兩處交叉點 有時會出現拥堵情況 為了拚觀光 山東寧津縣的文旅局局長 在一場活動中 撩下去大秀霹靂舞 熱情邀請遊客 五一前往寧津縣打卡旅遊 鏡頭轉到澳門 景區大三八的人潮眾多 一度實施人潮管制 人只能單向行走 車禁止駛入 這次大陸五一小長假 預估有117個旅行團前往澳門 至於香港 五一假期的首兩日 超過32萬人次的路客前往 尖沙嘴的星光大道 急滿遊客 趕緊在熱門景點 加強巡邏 而北京的清華大學 則選擇在五一假期 校慶的前夕 為過去三屆畢業生 補辦學位授予儀式 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還在朋友圈發說 原來並不是所有的告別 都是完美的 但很驚喜 今年居然有這樣的一個 不受儀式 然後來彌補當時 離別的這樣的遺憾 這場遲來的撥稅裡 北京清大 有近3000名的畢業生參加 校方也承諾 如果來不及參加這一次的儀式 還可以報名 六月舉行的學位授予儀式 TVBS新聞 葉俊宏 陳向如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